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近半个世纪的国际武装冲突中频繁担担当众人 比如在越南战争中就凭借其威力巨大的地毯式轰炸一战成名 而随后的海湾 伊拉克等战争中 B-52也是多次凭借标志性的地毯式轰炸履舰起功 就是这样一款优秀的轰炸机 不仅令美国空军爱不释手 甚至还受到了美国人民的追捧 比如有一款女士的发型 一种鸡尾酒和一支摇滚乐队 都是以B-52来命名的 而就在美国人对B-52轰炸机疯狂迷恋的时候 关于其随着服役时间过长而出现老化问题 也逐渐被人们所担心 为此美国空军司令部在前不久提出了一项计划 希望通过更换发动机将B-52的服役时间延长到2040年 甚至是更久 那么美国空军这一想法能否实现 B-52轰炸机不老传奇又将如何谱写下去 就有关话题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2014年10月17日 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在网站上发布了支持能力研究的 B-52H发动机替换信息征询书 B-52H是B-52轰炸机家族中的最后一个型号 也是唯一服役的型号 至今已经服役了50年 为此美国空军表示美国空军正在寻求用来支持 B-52换装发动机备选方案的可行性分析 最终希望通过为该轰炸机更换发动机 实现其服役期延长到2040年 除此之外 这则信息征询书中还特别提到 美国空军要求维持B-52特有的八发布局 而对于这一坚持 有报道指出 美国空军曾要求过波音公司提交一个建议用 四个更先进更高效的发动机 来取代B-52的八台老旧发动机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美国军方认为 目前大多数轰炸机都已经采用了四发布局 如美国的B-1轰炸机 以及俄罗斯的图160轰炸机 而这些轰炸机 相比使用八台发动机的B-52来说 在日常维护费用 降低耗油率 及减小飞行阻力等方面都占有不适 如果B-52真的改装为使用四台先进发动机 不但能有效延长其服役期限 而且在未来还能够更高效地执行任务 但是从美国空军新发布的 要坚持八发布局的消息来看 美国空军对换装四台先进发动机 所带来的好处已经不再动心 我们看到B-52也是目前可以说 发动机最多的一型轰炸机了 那么按照以往的情况 其他国家也顶多也就是四发 但是呢 在最近的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的发动机 替换征询书当初也提到了 要保持八发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对于发动机来讲 八发发动机 为什么美国会如此执着 薛老师 像B-52这款飞机上四周五十年代初研发的 当时呢 要想就是一个飞机整体重量达到二百多吨 这么一个级别 如果四发的话 当时可能可适配的发动机 并不是很多 所以这是受限于当时 美国发动机技术的限制 它只能选择八发这种布局 这个还是保持八发 这样的所有的系统的这个路线 这个就是管路 包括这种机电系统 基本上就不用改变了 所以这是一个改装成本最低的一个方案 而且从它目前这种情况来看的话 你要换四发的话 可能你这个就必须得换这种大含到比 大推力的发动机 如果我要是把它换成八个发动机的话 可能我在现有的这种中型发动机 或者说稍微偏大一点的发动机里面 我就可以找 这是比较成熟的发动机 我很快就能够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把它进行小量的技术改进 能让它使用寿命再延长五到十年 这才是B52H所要干的事情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消息发不出来之后 可以说很多的居民也纷纷地讨论 作为美国服役多年的一员老奖 终于要换心脏了 那么对于这样的消息 您怎么解读 在不断地进行延寿的过程中 对发动机这样一个耗材进行更换 也是顺利成章的 因为发动机可不是像它的机体 服役这么长时间不一定会换 换只是局部的 比如有一些地方需要加强 这些是可以做的 但作为发动机来看的话 某个发动机坏了 及时的就必须把它换掉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 整个动力的完整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美国的军方 它肯定会算一笔账 我现在B52数量比较多 包括我B2只有20多架 另外B1B也不太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怎么样能够达到 我的三维一体战略核力量的 空击力量能够达到最优 另外成本能够降得最低 这就是美国现在考虑的 而B52的延寿 实际上是符合它成本降得 最低的一个考虑 所以说我们说换发动机 其实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延寿 延长它的服役时间 而说到B52之前 就有消息传出来 要换这个心脏换发动机 但是只不过十多年前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实行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去了解一下 早在1996年 B52的制造商波音公司 就已经萌生为B52轰炸机 更换发动机的想法 当时波音公司向美国空军 提交了一份 希望用英国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生产的 RB211波扇发动机 取代B52老旧发动机的建议 但是一年之后 美国五角大楼和空军 经过分析认为 波音公司提出的B52换发建议 无论是选择从英国 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购买 还是租赁都不够经济实惠 然而在之后几年 随着B52发动机不断出现问题 维修费用不断攀升 B52的换发问题 再次引发了美国政府的关注 2003年3月 美国防务科学部 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到 五角大楼在1997年的分析 严重低估了 B52发动机的未来维修成本 如今 B52轰炸机内的 每台TF33发动机 大修费用是71万美元 与1996参年的 28.6万美元相比 增加了40多万美元 2003年7月 美国空军要求波音公司 扩展正在进行的 对B52机队 幻发的可行性研究 然而时隔十几年 美国空军再次提出 为B52轰炸机幻发的想法 却依然停留在可行性分析上 毫无进展 短片当中也提到了 1996年的时候就提出来 要给B52换发动机 到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了 但是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方案的 可行性分析上 那么为什么对于一个飞机来说 轰炸机来说 换发动机有这么大的难度 宋老师 我觉得这个难度在于 你要搞清楚之前 它设计的时候 原始的这种原理 或者说它这个系统的搭配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如果你要是贸然的 把它的心脏给它换了 而其他的机体结构不适应 包括它的强度不适应 尽管你换了八个发动机 这个发动机也许它的推力 比以前提高了50%甚至更多 这反而不仅仅不能让它 产生更大的动力 可能会对它的机体强度 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个飞机有可能就会因此 而减少自己的寿命 而不是延长 所以你必须得把发动机 跟它做大量的匹配试验 包括还有大量的可行性的研究 我换了这样的发动机 是否在斜阵的问题上 能否适应 所以我只能是保证 在原有发动机的参数基础之上 给它提高它的推力 提高它的有效的一些参数 有些东西是不可控的 你必须得做好一个充分的论证 另外我们关注到一个细节 就是此前要求换发动机 的是美国的波音公司 但这次是美国自己提出来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背后 可能说会不会增加它 这个换发动机成功的几率 就发动机更换的话 它其实要依据的 就是这个飞机 最终它要使用到那个年限 比如说B-52 按照美军的当时的这个想法 就是90年的想法 是把它延寿到2020年 那么从96年开始动议 那发动机使用20年 这个时间是否偏短 就是说这个成本 发动机更换的成本 和它的使用时间 这个不匹配了 后来其实发动机 这个不得不换的原因就是 美国人似乎看到 像B-2也好 B-1也好 一个是规模效应 达不到B-52的效果 第二个呢就是说 从这种载弹的这种模式 包括多种弹药的适应能力来讲 B-52一点都不落后 所以说B-52有可能会用到2035年 这样的话 2035年用原款发动机 其实已经难以为及 所以必须更换 这个时候就是说 无论是我觉得波音厂家也好 包括军方也好 可以说是不得不都是这样一个选择 所以更换发动机 对于B-52来说 应该是一个迫切的需求了 另外也能看出来 美军确实对于这样的一型飞机 非常的重视 那么为什么对于这样的一款年轻花甲的飞机 美国会如此爱不释手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1965年2月 越南战争打响 美国B-52轰炸机首次登上战场 便充当其美军空地对抗的主力 B-52机群将几百吨炸弹投掷向北越区域 B-52轰炸机飞行高度可达两万米 能在一万米的高空实施水平投弹 越南的防空火炮和米格飞机 根本无法到达这一高度 而B-52的轰炸能力惊人 它投弹时密集的弹灼顶 像在地面上卷起了一张地毯 被形象的称为地毯式轰炸 越战之后 B-52凭借其优秀的地毯式轰炸 不断在美国众多著名的局部战争中频繁亮相 如海湾战争 科索沃战争 伊拉克战争等等 B-52战略轰炸机实施的高空地毯式轰炸 不仅有效地毁伤了目标 而且还给对手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震盛 B-52轰炸机在战场中一次又一次的优秀表现 越来越令美国空军对其爱不释手 美国空军希望通过改进和大修 让它实现永生 正在服役的B-52轰炸机 每隔五年时间就要被美军送到后方基地 进行全面检查和维修改装 这些工作通常要花费五个多月的时间 除此之外 美国空军还考虑到B-52能否适应未来战场的问题 据美国空军披露的情况 未来将对B-52轰炸机 加装遍布机身的数字化设备和通讯组件 升级后的B-52将装备大型液晶显示屏 基于微软视窗的操作系统及全新的卫星通讯设备 这将让飞行员驾驶轰炸机有打网络游戏的感觉 此外 B-52还将更换掉目前正在使用的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产的雷达 新雷达除了具备更远的探测距离 更强的制导能力和更强的抗干扰能力 还能适应在核打击任务下的严护环境 提到B-52可以说它最优势的地方就是地毯式的轰炸 那么现在这一优势保持到现在 是不是也是美军看中了这点所以才爱不释手 它使用是有一个前提 尤其是在这些越南战争之后的这些局部冲突里面 它一定要保证先夺取制空权 然后才能够用B-52 为什么 地毯式轰炸实际上它用的不是精确制导炸弹 这是一个非常明晰的一个结论 换句话来讲的话 它只能通过这种低成本的炸弹来达到自己的一个战略战术的目的 这种装备它的特征就是它所载的弹药 以往的轰炸机比如说五吨最多也就是十吨左右 那么应该说提高了一个两到三倍 这种提高其实对于战争的这种影响 不仅仅是一个数量上的影响 而是它的这种巨大的就是这种摧毁的规模 可以使它的对手在实际的这种毁伤层面 包括心理层面受到巨大的威慑 作为一款非常优秀的轰炸机 那么过去B-52也确实有着非常好的战绩 而现在对于这样服役多年的老兵 美国采取花费这么大的精力和财力对它进行改进 那么从这背后我们能读出什么样的信息 随着信息化战争包括就是说不对称战争这种理念 那么进攻一方向美国进攻一方 它可以通过前期的这种空中作战 使得反制一方的这种防空能力降低或者摧毁 这样的话B-52可以说在未来20到30年内 依然能够发挥它巨大的这种实际的作战效能 但作为B-52来看的话 它现在实际上在改进的过程中 它就是为了保证用它来对一些重要的军事发达国家 来形成所谓的战略威慑 这个战略威慑不仅仅是核威慑 也是常规威慑 常规威慑怎么办呢 你的防空力量很强 那我就发展一系列的防区外打击的武器装备 比如这种空射的这种巡航导弹 我可以通过它来对你进行打击 或者就是我其他的一些什么杰达姆这些东西 可以在防区外对你进行打击 通过这种方式来形成让自己 就算跟军事强国对抗的时候 我也能够保证对你进行攻击之后全身而退 为什么美国对它非常的重视 就因为它的数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庞大 又是身经百战 具有很强的一个战斗的一个经验 所以我觉得美国把它看得很重 在未来来看的话 它也不是一个逃武剑 它还是一个杀手剑的武器 虽然对于B-52不断地进行这改进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处在服役生涯晚期的B-52来说 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面对着纷纷涌现的性能非常先进的新款轰炸机 B-52还有继续改进的必要吗 据知情人士透露 虽然B-52轰炸机目前仍是美国空军现已主力轰炸机 但这款轰炸机的性能却并没有先进 尽管美军对这款服役半个多世纪的轰炸机不断改进和更新 但它的作战能力却远不及美军B-1B-2轰炸机的技术领先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称 B-52轰炸机早已成为昨日之星 其不具备隐身性能的缺点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 美国军费不断缩减 却仍然花费重金升级现役轰炸机 其背后究竟暗藏何主目的 空海一起战我们看字面就知道空军也好 海军也好都会参与 那么作为空军来看的话B-52就必不可少 美军轰炸机三舰客即将聚首 一旦部署亚太地区又将掀起怎样的波澜 在未来如果爆发核战的话 这三种战略轰炸机都能够发挥核打击的作用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花甲老将B-52有望重获青春 更换发动机延长服役 B-52保持独特的八发布局 究竟暗藏何传雄机 美国空军渴望B-52继续服役 然而面对问题频发的老旧发动机 更换计划却为何频频受阻 B-2轰炸机屡舰头工 未来轰炸机计划提上日程 然而美空军却为何依然对B-52情有独钟 沙场正在播出 自21世纪以来 美国空军在保护海外利益 以及实施空中打击方面始终都没有停歇过 面对中东各国不断更换 更加先进的防空系统的情况下 美国空军目前现役的B-52轰炸机 要想保持这种绝对空中优势的难度 已经明显加大 新型隐身超音速轰炸机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在B-2B-1B等先进空中力气 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战争神话的时候 美国空军却仍然不愿放弃老旧的B-52 不惜花费巨资 也要为他严授 那么美军严授B-52 究竟有何难言之言 还是另有所图呢 目前美国空军中现役的轰炸机除了B-52之外 还有B-1B和B-2两种机型 值得一提的是 B-1轰炸机最初竟然是为了取代B-52轰炸机而研制 在各国现役的战略轰炸机中 B-1在航速 航程 有效载荷和爬升性能等各种技术指标 仍然具有很大的优势 一直被美国军方认为是目前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战略轰炸机 然而 轻盟的优势却并没有为B-1带来很好的发挥机会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 尽管B-1早已装备美国空军 却因为B-52在战场上抢劲风头的卓越表现 始终未找到机会被派上战场 2003年11月 美国准备对伊拉克实施轰炸行动 原本可以一显身手的B-1 却因为任务取消再次失去上战场的机会 目前B-1除了在科索沃战争中曾经有过战斗经历之外 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机场 相比B-1轰炸机的怀才不遇 B-2则显得风光许多 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隐身战略轰炸机 B-2在战场中一直有着不凡的表现 2003年3月 B-2投入伊拉克战场 3月28日 一架B-2轰炸机凭借优越的隐身性能 安全地穿过严密的航空系统 首次实战投放了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最大的两颗质的炸弹 成功炸毁了巴格达市内位于底格里斯河畔的一个通讯塔 除此之外 B-2还可以在空中不加油的情况下 作战航程达到1.2万千米 空中加油一次则可以达到1.8万千米 因此 美国空军称其具有全球到达和全球摧毁能力 如果说B-1无法取代B-12 是因为美军觉得B-1缺少实战经验 面对B-2卓越的隐身性能及优秀的战场表现 美军却依然没有动摇让B-52继续服役的想法 而另有媒体报道称 美军除了现役的三种轰炸机之外 还在着手研制更为先进的未来轰炸机B-3 而美国军方也表示 B-3轰炸机无论是在隐身能力 还是在载弹能力上 都将比B-2有相当大的提升 并计划让其在2018年出产原型机 对此有军事专家表示 更为先进的轰炸机即将面世 继续在B-52身上浪费精力 可能已经没有意义了 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 在B-52之后 有很多性能非常先进的飞机出现 比如说像B-2 同时具有了这个隐身性能 那么可能这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就是这些后起之秀 难道都不如之前的B-52吗 那么对于B-1B和B-2这两款 具有一定隐身能力的这个轰炸机来讲 因为单机的成本其实是太高 使用成本同一个单价次它也贵 因此就是说它的数量不可能再扩展 它的整体效应也是可以说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这样的话B-52的规模效应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抵消了B-2 包括B-1B的这种所谓的技术效应 我用B-52 如果我能够把一堆的几十吨重的自由落体炸弹 在阿富汗的上空给它倾泻下去 打击的是这样的一堆的这些所谓的运输车队了 或者其他恐怖分子的这些营地了 它实际上是非常低的成本 我就能够把这个任务完成 你像B-2 B-1B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 它对付的是一些军事强国 比如俄罗斯 比如中国 我觉得用它们来对付这些军事强国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突发能力比较强 能够想尽一切办法要进入到你的攻防体系内 而且还不被发现 还能全身而退 所以我觉得它一定会区分开来这几种战略轰炸机的使用 但是有一点它们是共性 它们都是三位一体战略和力量 里面空机的战略和力量 而且它们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的空机战略和力量里面的一个基石 在未来如果爆发核战的话 这三种战略轰炸机都能够发挥核打击的作用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B-1 B-2 那么这两型飞机从综合因素来考量 确实没有办法取代B-52 那么接着咱们说这样的一型飞机就是 类似于B-3这样的一个飞机 您觉得它能取代B-52吗 美国其实非常难 它如果要决定重新上一款大型轰炸机的话 大致研发周期还要15年 中零开始 那么15年以后 未来的空天作战的样式是什么样的 那么未来你说想象的那款新的轰炸机 能否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这种空战的要求 其实都是一个未知数 因此可以说对美国来讲 它既不敢承担这样的技术风险 也不敢承担这样的成本风险 所以对于美国来讲 可用的 目前还可用的 或者说尚可用 经过改装或者说翻修以后 还能用的B-52 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装备 因为它能力还在 从B-52来看的话 它会采取一种自然淘汰的方式 把它淘汰掉 所以不一定说是谁来取代它 这边服役 这边退役 这样的形成一种相互之间的一个过渡 达到自己战略空军 这些战略轰炸机的一个机队的 一个基本的完整性 说到B-52尽管是老机福利 但确实是有用武之地 而此时美军如此重视 它的这个轰炸机的升级 其实有一种消息就是说 美国是在为自己重返亚太战略 做着准备 接下来呢 我们短片了解一下 2014年6月1日 一批美国空军B-52 从北达科他州 麦诺特空军基地 飞抵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进行为期六个月的轮换部署 据称 这批B-52隶属美国空军 第五轰炸机联队 目的是对亚太地区进行有效威慑 保护太平洋地区盟友的安全 近年来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 B-52轰炸机一直充当着 威慑及干预先锋的重要角色 只要美国方面认为 某地区存在不稳定因素 威胁到了所谓的美国国家利益 B-52轰炸机就会奔赴前沿基地 展示实力 然而即便是美军的作战重心 已经转移至亚太 想这种执行威慑任务的轰炸机群 也只能六个月一轮换 不能长期部署 原来空中战略力量不足 始终是五角大楼的一块心病 再加上近年来 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萎缩 美国不得不逐步削减军费开支 但即便是军费减少 美国军方仍然想要加大对军机方面的投资 据五角大楼向美国国会提交的 2014至2044财年的 未来30年军机规划报告中显示 美国将继续维持总数 14000多架的军机规模 在这30年间 美国针对军机的年度投资峰值 将达到1000亿美元 按照30年军机规划 五角大楼将继续升级B-2 同时还将采购数价新一代战略轰炸机 然而这一美好蓝图 仍然只能算使光于止渴 美国目前仍将依赖于 已经服役长达60多年的B-52 不得不重心再度升级这架老旧机器 以维持美国在全球战略调整 及重返亚太方面的需求 最近几年我们经常会看到 美国削减经费的种种体现 但是在重返亚太方面 美国却加大了对于轰炸机 这样的一个经费的投入 那么这其中我们能看到 美国的战略体现了什么 美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 也就是重返亚太 它这里面有一个军事理论 叫空海一体战 空海一体战我们看字面就知道 空军也好海军也好都会参与 那么作为空军来看的话 B-52就必不可少 包括你看中国最近在 应该是在去年 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 我们刚宣布没几天 它的B-52就跑到我们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最外野来进行试探 来进行挑衅 它想看什么呢 想看你的防空识别区的 你的远程警戒雷达是否能发现它 是否能对它进行拦截 这就是一种试探 另外也是一种战略的威慑 你看你进行防空识别区的设定 我根本就不承认 我派我的大家伙到这来试探试探 对你进行威慑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考虑 那么在美军这样的一个主导战略思想之下 B-52根据它的优势 以及刚才我们说过 它在实战当中的表现 您觉得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当中 B-52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从美国来看的话 未来B-52绝不会是在机场里面趴着窝 它还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比如在东亚地区 或者说在东北亚地区 如果真的爆发军事冲突的话 B-52是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毕竟它的载弹量非常的大 另外你像B-52实际上它要作战的话 它不是孤军深入 它会有其他的预警机 其他特种作战飞机 包括电子战机来给它进行办行 来对它进行引导 这样的话 它可以看不见目标在哪 但是可以通过其他的飞机来给它指引目标 让它这个导弹找出攻击的目标 它就成为一个什么呢 就成为一个武器的一个平台 到了地方我发射武器 然后我就掉头就走 这就达到我的目的了 至于这枚导弹该往哪个目标飞 它可以通过天上的卫星 可以通过预警机 可以通过其他的一系列的数据链 来传给它的信息 所以B-52你看 它并没有以身视线 像到阿富汗的上空去扔炸弹 它不需要这么做 所以它在未来 在军事冲突过程中 它是能够发挥作用的 只是说它采用的武器 是不一样的东西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来 B-52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当中 将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说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就在美军不断地提升B-52能力的同时 俄罗斯却坐不住了 2014年10月8日 俄罗斯空军远程航空兵司令 阿纳托利日哈列夫中将 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 俄空军将在未来几年内 对现役图160 图95MS和图22M3轰炸机 进行深度改进 改进之后 飞机将装备更加先进的 现代化发动机 最新导弹武器 以及抗干扰能力更强的无线电电子综合系统 除此之外 日哈列夫中将还在采访中意味深长地表示 俄罗斯远程航空兵部队 目前处于一个困难时期 而这个所谓的困难时期 正是由于俄罗斯空军 长期不重视远程轰炸机力量的发展 放弹对手美国发展远程轰炸机 而重下的鼓 一场骗局引发60年恩怨 美俄之间的轰炸机较量 又将碰撞出怎样的危险火花 他们在发展战略轰炸机的时候 最早考虑的就是要战略核轰炸 而不是进行常规打击 美俄未来轰炸机竞相亮相 新一轮军备竞赛 是否会因此一触即发 在轰炸机领域进行下一场博弈的话 俄罗斯可以说是毫无造假之力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花甲老将B-52有望重获青春 更换发动机延长服役 B-52保持独特的八发布局 究竟暗藏何传选机 美国空军渴望B-52继续服役 然而面对问题频发的老旧发动机 更换计划却为何频频受损 B-2轰炸机屡舰头工 未来轰炸机计划提上日程 然而美空军却为何依然对B-52情有独钟 沙场正在播出 这些年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的脚步不断加快 作为美国的传统战略对手 俄罗斯越来越感觉到 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而为了应对这一威胁 俄罗斯也在不停地加快 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发和裂装 例如2010年1月 俄制第五代战机T-50 在俄东部边境的贡清城首飞成功 其假想作战对象正是美国的F-22战机 2012年年底 为对抗美军在其远东地区日益增强的核威慑 俄罗斯还在该地区部署了其最新的 北风之神级战略导弹和前提 而如今美国又不遗余力地要将轰炸机 拉入重返亚太战略的武器谱中 俄罗斯又将如何面对呢 1954年5月 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市场 一架驿站长达40米的巨型次发轰炸机 在米格时期的护航下突然越过红场上空 紧接着 这样的编队一个接一个出现 似乎永无止境 原来这是苏联用十几架巨型轰炸机 循环飞越红场 制造出了苏联有上百架轰炸机的奖项 此时 毫不知情的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武官查尔斯泰勒 已经被眼前的景象吓得脸色发白 阅兵一结束 他便立即将这件事报告给美国五角大楼 接到消息之后 五角大楼立即启动了所有侦查手段 随后不久 美国战略空军一架RB47亿侦查机对苏联基地展开侦查 美苏的轰炸机真的存在了差距 而如今 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背景之下 其远程战略轰炸机群已经部署到亚洲地区 频繁对亚太地区执行威慑任务 为此有报道称 如果俄空军远程航空兵部队再不拿出一些实力的话 恐怕未来将无法保卫自身领土的安全 而随着美国B52轰炸机不断地进行升级改造 俄罗斯空军远程航空兵司令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也表示 俄空军将在未来几年内堆现役的图160 图95MS和图22M3轰炸机进行深度改进 使其能够更好的应对未来战场 我们看到当年苏联是用十几架野牛轰炸机在阅兵当中飞来飞去 这让美国就误解它以为有上百架野牛轰炸机 所以发明出了B52来滞后野牛轰炸机 当然这我们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两个国家来讲轰炸机意味着什么 那么加大轰炸机的力度对于两国的战略 包括在战争当中的表现意味着什么 冷战期间尤其是苏联也好 当时的美国的总统他们之间是核战略 这个核战略就是我要用核武器确保对对方的相互摧毁 但是这个核战略里面就会考虑一点 最早期的核战略是什么 陆基的核导弹 我通过在陆地发射核导弹 洲际的对你进行核打击 后来发现这种方式太单一 生存能力比较差 有可能你就把我摧毁了 我就要发展空机的核力量 什么叫空机的核力量 我要用轰炸机来携带核自由落体炸弹 到你的国家上空 我去扔一个核弹 这就是所谓的空机的三维一体 战略核力量里面的一个重要支柱 那么在那个空机之外的话 又会考虑这种战略轰炸机这么大 又没有隐身性能 它的突方能力是很差的 所以就开始考虑海基的三维一体的战略核力量 这样一个支柱 我把我的战略核导弹放到潜水艇上 通过它来到你的家门口来发射弹道导弹来对你进行打击 这样组合起来就是三维一体战略核力量 所以我们能看得出来美国也好 俄罗斯也好 或者说苏联也好 他们在发展战略轰炸机的时候 最早考虑的就是要战略核轰炸 而不是进行常规打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无论是B-52也好 野牛也好 包括它的熊市战略轰炸机 都是出于这个目的来出来的 只是说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 冷战结束了 需要赋予这样的轰炸机新的任务 如果对付不同的目标 它可以采取不同的携弹的这种方式 来确保对目标的一个摧毁 所以何尝兼备成了战略轰炸机里面 一个比较时髦的词汇了 就在美军积极地为B-52进行焕发的同时 俄罗斯也表示将要对轰炸机进行 换发动机这样的一个举动 那么从它这个举动背后 我们能读出来什么 简简单单就是为了震慑美国吗 俄罗斯因为包括前苏联 它的国情其实和美国不一样 它的整个工业基础 包括技术是有短板的 它不像美国是一个全面发展的 这么一个国家 因此俄罗斯在军事领域搞跟随战术 其实是捉襟见走的 因此它必须在一些重点的这种装备 包括技术领域和美国并驾齐区 从图95的这种规制 它的这种样式 它的级别 它的这种作战能力 就可以看出来 它是一个B-52的缩小版 这其实已经是前苏联的能力 所及的一个最高 最高线的一个级别了 所以俄罗斯或者前苏联 不能在某一个技术项目上有缺项 但是由于实力的原因 它必须稍微降一点级别 但是正是因为它拥有装备 使得它在战略层面 可以跟美国进行讨价还价 比如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这种 这个多边的 双边的武器的这个谈判过程中 对于像逆火 也就是说这个图是不是战略轰炸机 讨价还价 最后美国也没办法 就认为它不是战略轰炸机 所以图二十二没有削减 而B-1进行了削减 美俄之间的这种技术层面的 或者说谈判桌上的这种博弈 可以看出这种冷战时期 包括冷战后的这种大国博弈 应该说是全球战略的一个主战场 无论是什么原因 我们看到美俄双方都在对自己的轰炸机 进行着努力 那么就在美国对轰炸机不断翻新的同时 俄罗斯也在对自己的轰炸机编队 进行着翻新 那么这很有可能将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作为美国的传统对手 俄罗斯向来对于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 也是异常紧张 为了维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 俄罗斯也不断加强其在远东地区的兵力部署 而在装备的部署上 俄罗斯也是处处紧跟美国的脚步 美国在军事部署上 将把其六成兵力移至亚太地区 包括部署六艘航母 大部分巡洋舰 驱逐舰 兵海战斗舰 以及潜艇等等 而俄罗斯则选择从法国引进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准备部署在海生外 除此之外 俄最新的北风之神级战略导弹核潜艇 也将出现在远东 而如今 美国又开始逐渐把轰炸机 也拉入重返亚太的装备名单中 为了让轰炸机在重返亚太战略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不仅升级改造B1 B2 B52 这三种现役轰炸机 而且美国还将拿出巨资 来研发下一代远程轰炸机 据美国空军高层表示 美军未来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可以从美国本土起飞 攻击洲际距离上的任何一个打击目标 新型战略轰炸机还将有足够的生存能力 能够轻易穿过对方组织的防空火力网 完成包括核打击 精确制导武器打击在内的战术战役打击 对于美国有可能被部署在亚太地区的未来轰炸机计划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是毫不畏惧 就在美国雄心勃勃地宣布新一代轰炸机采购计划的第二天 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 向军方提供1000架直升机和600架战斗机 同时也宣布了一项新型战略轰炸机的研制计划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俄罗斯新的战略轰炸机将具备隐身性的 并可挂载巡航导弹 能够有效攻击位于欧亚北非的目标 在进行空中加油之后 还可袭击位于其他大陆的目标 普京宣称 如果美国再不停止扩充远程打击力量这种做法 俄罗斯就准备跟美国继续搞军备进化 我们看到俄罗斯对于美国升级轰炸机 这样的一个回应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那么就目前两国轰炸机发展的情况来看 那么一旦爆发了军备竞赛 将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 它现在没有基础 它现在所谓的大型战略轰炸机的基础 就是图160 它还是一个非隐身的 类似于B1B一样的 常规布局的这种战略轰炸机 所以如果让它跨越下一代超过B2 再研制下一代的战略轰炸机 对它来讲确实比较难 尽管它在做 但是你做的成果究竟有哪些 也很难说 在轰炸机领域进行下一场博弈的话 俄罗斯可以说是毫无造假之力 因为它的中和国力也好 它的技术也好 其实已经不能支撑它在20年之内 完全研发一款能够跟美国下一代轰炸机 包括和B2轰炸机相制衡的这么一种武器 它因为研发成本达到其中以后 单机的成本就会异常至高 如果说在试验或者说在训练中 损失一架飞机 可以说对整个团队就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因此我想与我的判断 我认为俄罗斯在下一代轰炸机的研发中 我想它一定会仅效甚为 权衡再三才做定夺 那么另外在这样不断的攀比 不断的制衡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会有更加先进的轰炸机出现 那么这又对未来的战争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觉得未来的轰炸机的出现 肯定会以B2作为一个基本的模板 但是要克服B2隐身轰炸机 现在所存在的弊端 像美国俄罗斯都在做 我相信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但目的是什么 还是要形成我们刚才所说的核长兼备 我通过它要进行这种核弹的投送 当然这个核弹不是自由落体的核弹 一定是通过巡航导弹发射核弹 这是我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另外就是要在常规作战过程中 要突防 要敲掉你的核心目标之后 全身而去 这是要达到一个目的 当然从战略轰炸机本身来看的话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 它的政治意义或许更大 一个国家有没有战略轰炸机 是这个国家大国地位 军事强国的重要的象征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么多国家都在研制 就像研制四代机是一个道理 都愿意去研制 因为我有了这个东西 就是我的杀手锏武器 别的国家就不敢小看我 我觉得这里面无论是理子和面子都要考虑 B-52 作为当今世界上最老的现役战机 在美国依然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它在辉煌与失落之间徘徊 同样也存在着许多争议 然而在它不断发展的道路中 我们更多的希望这原老将 只是不断刷新自己缔造的特效记录 而不是用炸弹去打破世界任何一个地区的和平和安宁 杳无人烟的北方之巅 常年封存的不谋之地 美国与俄罗斯这对冷战期间的老冤家 敢在同一天公布北极战略的背后 到底有何玄机 新一代驱逐舰扛起大人 俄罗斯积极构筑海上长城 新型舰艇的到来 能否成为俄罗斯制胜的一张王牌 下期沙场 特邀军事专家刘华 徐彦斌 为您深度解误 美俄双方在北极地区的新领驾长进行收看